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来到第二个时段 整股无双继续有vera和我们做节目家 没错 第二部分 首先看看同志现在是27671 在43点 成交达到725亿 不如其实第一部分 我们未看过大市的图 不如我们看看图 可以的 看看大市走势如何 先打开日线图给大家看看 其实看到长方形通道 其实早前就穿了 是升了290的位置 去到29083 但是发觉穿了是假突破 事后才知道 接着就回落下来 好了 昨天来说是跌破的 也有人会希望是假突破 那就会反弹 但是暂时来说 今天来说看到仍然是反弹不了的 就是说仍然在超越了它之后就跌穿 但是跌穿今次 大家都要知道 我也有个所谓T加2.5 昨天来说星期四 T加2.5就是说星期二的早上 12点钟前 看看这个所谓跌破 是否真正突破 现在最低的 但是昨天来说 就是275.78 今天来说 暂时27605 就没有低过昨天 这方面是好的 但是也要跟大家看一下 那个所谓周线图 是 那就先要看清楚一点 因为今早我用文字 跟大家分析 不如在这方面 跟大家看一下周线图 这个很密麻麻的 很花力 不需要看 但是主要看是说区间 我在这里画了最高点 大概330 33,000点跌下来 这里有一个区间 去到26,840 这个75 不准的 26,800 跌穿的时候 因为这个起步点 就在这里上去 下来的时候 也是一个所谓塔形顶 如果我们用一个所谓 周线图的两年图 会清楚 这个也是两年 是 OK了 那就是 看到这条 这个颈线 很快是接近的 问题 我今早跟大家分析 由这里 跌穿了这个位置之后 再向下 27,700 其实只有七百多点 所以 对这个跌穿 是没有什么原念 唯一的原念 就是在这里 有一个小的裂口 大概是26,400 如果这个跌穿了之后 補回裂口 可能有技术上的反弹 但是反弹来说 大家都要明白 早前我都见淡看淡 就不是那么好的策略 但是 可能Vera就会觉得 就是 为什么现在我又 可能也继续看淡呢 是一个很清楚的理由 理由就是什么呢 当某些重要位置 比如说 27,700 跌不穿的时候 你还可以玩那些所谓上落 但是当你跌穿了之后 而落到下面呢 为什么那些人开始要看回去 落得很急呢 其实就有一个所谓叫蟹货区概念 就是意思呢 譬如说你在28,200是入货的 上到去你不走 没有你那么醒目 早就走了 下回来的时候 你走不前了 你走不前 走不前 下到现在的26,000多 其实28,200是平均价的 假设你的货 下跌穿了的时候 每一次上回来 你就有个意识 不如减轻一点 因为我希望不用怎么输 或者输小荡 因为这一批人 其实有心是动摇的 因为你开始看到市场 这么多负面声音 亦都很多人都觉得 会持久的 这个战 所以倒不如 每一次反弹 就沽货出来 加上我们做这些节目 或者外面那些评论 都会叫做尽快离场 所以自然会形成 所谓叫蟹货区 每一次上弹 就滲出 当然蟹货区 都可以消化的 问题就是 要用很大的动力 才能消化到蟹货 才有力赏 但是动力何来呢 基金经理都没有人 再认购新基金了 接着有人去拿回新资金 即是拿回旧资金 他就要估出他自己的基金 才能给他一些钱 所以就看到的情况 每一弹少少 今次是有弹的 立即看到杨过尹师傅 沽沽 不断沽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区间说法 就是说这里有一个区间 跌穿 其实怕他会在另一个区间 徘徊 像上楼梯下楼梯那样 就是你下了三级 还有三级 你上不回三级 就在下面的三级 那里糾纏 明白 所以这个就是我看法 但是当然最终的极 21,500这个位置 就是整个浪的起步点 大家看到这里 看到21,500跌穿了之后 就立即上升到三万多 即不是立即 就是说几个月里面 是很急的 所以我就觉得 一元福祉李润 我今集给大家提过 大家未必每个都有留意 就是大家知道调整有0.618 或者反弹就有1.618 但是比较少人留意 0.618 原来乘以1.618 是等于1 哇 很奇怪 这个就是 这个是Fibonacci的 不是我作出来 Fibonacci曾经说过 就是调整是0.618 因为我也未听过说 他就是一个15世纪的数学家 他看到一只蜗蜗蜗 捉住他来研究数学 原来蜗蜗蜗上面有一些圈 那些圈竟然是 由小圈到大圈是1.618倍的 由大圈到小圈是0.18倍的 他就会很奇怪 因为蜗蜗蜗不是画出来的 那些圈是天然的 那他就觉得 其实在地球围绕着月球去转的时候 其实冥冥中是有一些数据 他就得出了0.618 所以那些人的行为 为什么会调整0.618就弹呢 就是这样的意思 明白 所以我们先讲到这个图表 那我们也要回到主题 我们今天主题是讲到辉龙数据 那我们回来就不用看图了 那其实是非农数据 大家也知道 就是不是农业的就业数据 但是在美国方面 星期四 就是我们香港星期四 星期三晚凌晨 其实他就有一个ADP数据 这些ADP是一个私人数据 私人就业数据 与政府收集的是有些区别 但是他会有些前瞻性 最新出了ADP数据 那就是很漂亮的 就是说就业数据都不错 虽然有些人 是的 我这里也有一个数据 就是说路透社都要调查 因为暂时 非农数据在6月份增加了21.3万人之后 7月份他们觉得可能会增加19万人 是 也不错 那当然是好事 还有就是会出现了一些预期请人的人 那些人多了 因为大家知道减税的效应就开始出来了 为什么Amazon或者有些有钱的排名榜 十大的富豪 最近的身家膨胀 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减税 减税的理由就是把海外的盈利 可以调回美国 就不需要纳税 那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突然间停了 那当然是随随随便把钱调回来 那一调回来之后不用纳税 那就是说公司的盈利便多了 基于是这样的情况 就令到很多人就请多了一些人 因为钱多了 你要做事 那大家可能很快 都不觉得 就是几年前 就是说三年前左右 美国公司的盈利都未去到很好的 那他们怎么做呢 就是拿了那块钱 就像叶建王所说的 苹果 就是回购自己的股票 买回自己的股票 那大家都知道 大股东可以买自己的股票 但是公司买自己的股票 和大股东是最大的分别在哪里 就是公司一定要注销股票 将流通量减少了 那流通量减少了 他的每股盈利就增加了 如果他一直在赚钱的话 那就令到公司的支撑力大了 所以当时就不是一个基础因素 是回购的 但是现在来说 他的税务优惠 回购的钱 他基本上 不需要用主流的方式 就是回购 他可以聘用多些人 增加所谓的生产力 所以飞龙数据很乐观 就是说 在显示 就是说经济运行很好 但是有些人会说 其实运行了好都很久 其实ADP数据 一般来说 叫小飞龙 未必等同一大飞龙 所以 不要让ADP数据 影响你对今晚的态乐观 但是 你仔细一点去看 其实你不需要理会 那个数据面 是不是19万 还是21万 太多了 反而你要留意两样东西 就是时薪 时薪 时薪的增速 即是 热龙数据 譬如你在美国 计算每个小时 多少钱 加拿大那些都是跟 每个小时 多少钱 就是 你去聘用人 譬如你做餐厅 每晚转的桌子数很多 你就会聘用多些人去洗碗 但是聘用不到 你本来用最终的币 譬如 假设是 7.75美金 聘用不到 你就可能要付10元 可能要付10元 10元 就有人会来做 为什么呢 来做的人就会说 我来做你两三个小时 我坐地铁也要付钱 我当然不来 如果你付10元 我就会不同 我就会来得过 因为他可能未必住这么近 不是每个人 近的那些可能是做其他工作 所以每逢你在一个时薪的转变 就会看到经济的活力 以美国来说 以前我都说过 通常有几样东西 第一 在新车行那里 人流人头涌涌 你就会知道经济很好 因为 多人买车 不是 你是换车 即各车都有车 问题是 你为什么要去看新车 即是你想买了一部旧车 或者买多一部车 或者不同的理由 譬如有些子女大了 考了车牌 你都会买一部车给她 附属老爸的车牌 便宜较便宜 所以 新车行才是 新车行 但反过来 有一个比较少人留意的数据 就是 那个所谓24小时 譬如大家知道 麦当劳有很多24小时 美国有些Danny's 也是24小时 24小时 你知道 晚上做便要熬夜 熬夜便很生身 譬如一样钱 天后便是7.75 夜晚便是7.75 夜晚便是7.75 你有得选择 就是选择天后 为何这么辛苦 就开始 夜晚便聘不了人 如果一聘不了人 夜晚又等于经济好 但如果夜晚也聘得到人 即是说 那个人根本没得选择 他不想做夜班 但他找不到工作 他都要做 所以一定要看时薪 时薪是很相当重要的 现在联邦储处局 当然不是我们看的 他就要看 会不会有一个上升趋势 一上升趋势 就说通胀来 但是 是不是这么简单 都要看PCE 即核心指数 核心通胀指数 除了时薪之外 也都要看看 其实那个 失业率 和就业率 即是 失业率是接近4% 都是全民就业 但是 很多人其实是 不去找工作 所以那个参与率 只有60% 不去找工作的理由 第一他没有想过 自己找到好的工作 所以就不想找 就是一些 是不喜欢做长工 他只是做兼职 就没有算进去 那个长期找工作 那里 但是也有一些 拿了几个星期的 所谓失业金之后 就被那些劳工处 逼他去找工作 就是帮他建好工作 因为美国和加拿大 都是相似的制度 就是你可以去拿失业金 但是拿到几个星期之后 你不积极去找工作 就取消你 不得拿 不得拿得干了糖 对不对 长期的 我真的见过加拿大 有些小朋友 走去 即20多岁的那些 本来住在BC省的 走来 Albertas省 为了留我一个 不是 因为他 不是 他说自己失业 就是不适应 那他就可以去旅游 拿了几个 接着就走回去 找不到你取消他 就回去那里 那别人就说 那你做什么 其实我是想去旅游 没有钱 用这个方式 这个在香港是匪夷所思的 但是他们做到的 我们最后就是想说一说 就是说这个很乐观的数据 是令到美元会超强的 就是 但是我们就会说一下 美金超强之下背后的隐忧 就和我们下一环节 就有提问 很多人很奇奇怪的 不如到时候再谈一下 好